花蓮市109年度原住民综合政令宣导座谈会 日前在大本部落聚会所举行 市长魏嘉贤率领着公所各科室主管一起出席 聆听族人的心声 同时也立即回应 展现出行政团队的效率 让部落族人们相当满意 这时候在练习 在清早一个比较市长的一个位置 特别在我们的部落 我们也要做个比较过敏 也是有过敏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的地方 让我们就近部落的地方再进 这样子一个活动起不行 部落族人拿起麦克风 把社区所面临到的问题 一一提出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解答 这是10月29号 花蓮市公所在大本部落聚会所举办的 109年度原住民综合政令宣导座谈会 开场除了有相关单位进行政令宣导 市长魏嘉贤也协同公所各科室主管 一同出席聆听族人们的心声 希望可以及时解决族人们的问题 那未来我们在几年内 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陆陆续续像以后春水人来兴建起来 那我们也要谢谢过去非常 协助我们非常多的成天圣同步 那未来我们希望说部落里面 在经营部落聚会所这件事情 务必一定要和谐 那未来好几个部落聚会所 都会陆续的完成 那我相信在代表会全力的支持之下 那我们非常多的预算 来自于县府跟中央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经营的部分 也请所有的族人们 都能够看怎样一个合适的方式 共同地把花雷市的部落聚会所 都把它进行起来 会议当中许多族人提出 包括路灯不亮 道路不平 水沟不通等问题 公所团队也一一给予回复 市长魏嘉贤表示 除了希望可以透过会议互动 让原住民乡亲知道 工部门的政策推行 也希望公所团队可以听见 部落族人的心声 只要是能力所及 公所绝对会全力来执行 解释的请华联士报道